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2015年ITTF科威特公開賽八強階段的轉播 剛剛首先問林帶來的第一場女單八強戰 中國選手朱宇林是在先落後一局的情況下連桿三局 第五局雖然又由新加坡的選手馮天威拿下來 但是來到第六局朱宇林還是相當穩定的鎖定勝利 這也讓中國隊到目前為止已經取得了四強戰的兩張門票了 分別是由丁林先以4比2擊敗同樣來自中國的陳夢 在剛剛朱宇林也是4比2打敗新加坡的頭號女單馮天威 這兩位選手將在明天下午的女單四強戰上碰頭 而接下來要為林帶來場上將比賽呢 畫面右手邊是來自南韓的小球手 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10名的徐校園 要對上的是中國女將李小霞 李小霞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三位 兩位選手都是右手橫拍喔 不過這是一攻一防的對決 對 當然南韓的徐校園呢 也是韓國女子選手呢 第一把交椅喔 就是所謂的消球的好手喔 碰到李小霞進攻的一個打法 那對李小霞來講呢 打這種消球選手並不陌生喔 因為他隊裡面呢 像舞陽就是非常好的消球選手喔 那要打消球選手首先要判斷的就是 從中眼台消回來的球 到底是旋轉度的賺與不賺的變化 判斷要清楚 那進攻上呢 就可以有強有弱的進攻啦 那李小霞我想 他在適應上會很快的 就能夠掌握得住 那面對的徐校園 這位南韓選手喔 這場球賽呢 勢必要贏對方的話呢 一定要有消球呢 要來回球又多 要找一個進攻的策略啦 但是我想 這場球賽對 南韓選手徐校園呢 要贏球呢 確實也不容易喔 是 兩位選手都是 年紀差不多喔 27歲28歲 那徐校園呢 當然在 南韓的一代消球手 金錦兒退役之後呢 等於承接起了 南韓隊第一號女單的 重責大任喔 相較直下 呃 李小霞當然在中國隊 人才積極的關係喔 不過呢 他還是這眾多女將當中的第一人啊 過去已經是拿到了世界盃 世錦賽還有奧運會的冠軍 所以接下來對他來講 又是一個全新的旅程啊 好的 比賽馬上就要正式展開 第一局呢 要由南韓校圖手徐校園先來發球 過去兩個人在國際賽上 有一次對戰的紀錄喔 發生在2013年的卡達公開賽 當時是喔 李小霞以4比2 淘汰掉了徐校園 對 那第一球可以看出喔 喔 中國的李小霞呢 在進攻的策略上喔 拉球的快慢節奏喔 尤其掌握住一個 重板的前衝拉球喔 是可以造成呢 消球選手最大的傷害的 這拉慢的 又是快速了喔 所以可以看出喔 李小霞呢 在掌握對方消回來的旋轉呢 完全能夠判斷的非常清楚 開賽李小霞是連拿2分 在前一陣子 中國對內市井賽的選拔賽當中的 李小霞的發揮也並不理想啊 所以他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的時候也談到了 接下來他是會再更嚴厲的去逼自己喔 希望能夠讓自己的狀況趕快調回來 當然李小霞其實這段時間也是受到不少傷病的困擾 其實在上個月的事業盃團體賽呢 是比較少被派下場出賽的 哇 漂亮喔 可以看出現在進攻上呢 節奏的變化喔 完全呢 讓南韓的消球選手根本就跟不上喔 這也是很難出現的情況喔 所以我想喔 看起來喔 李小霞好像很輕鬆拿分喔 事實上呢 對於旋轉的這種調適呢 是完全掌握了喔 那一般的選手呢 尤其呢 你如果對旋轉對方消回來呢 你根本不清楚的話 這個球賽就很難贏了 打到目前為止 徐小霞還沒有拿到任何分數喔 這邊又是一個消球掛網 對 他拉一個稍微慢的喔 進網的一個高調式弧牽球 喔 可以看出喔 這場球賽呢 李小霞感覺上很輕鬆喔 哇 這個南韓的徐校園呢 已經急著要進攻啦 事實上 沒有好的位置進攻呢 也不大會得分啦 以李小霞的這種防守能力 對 而且他拉球的弱點其實 變化滿大的喔 所以徐校園的腳步移動喔 也是被左右的調動 哇 哇 0比8的落後 喔 第一集就讓 消球選手呢 讓你 讓你知道 我 李小霞我就是會打消球啊 好現在穩扎穩打喔 哇 這邊想要 轉正手的進攻 沒有辦法 確實的拉中球 所以一開始 李小霞是給足了下馬威啊 對要打 打垮 南韓的信心 好球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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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過在這第一局當中李小俠就把他世界冠軍這樣的招牌給插亮 好球 許校園 直接的台內的一個進攻拿分 再追一分回來 2比10 這個球就是所謂的反手是一個顆粒 他可以造成一個反旋轉的下線拿分 許校園正手掛網也讓李小俠是以11比3 輕鬆的拿下比賽的第一局 1比0暫時領先南韓許校園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 繼續來欣賞科威特公開賽的轉播 女丹八場戰我們帶來的第二場比賽 由中國的世界冠軍李小俠出戰的是南韓徐校園 第一局的比賽 李小俠可以說是把對手消球的變化完全掌握 11比3輕鬆的拿下勝利 當然第一局輸的韓國的徐校園 還是要有防守的能力 畢竟他是一個防守型的選手 他也不可能突然改為進攻型 所以要如何能夠在消球上 能夠轉與不轉多做一些變化 看能不能拿分 還是消球 直接突擊中路 確實是進攻上的節奏 力量的快半 這完全是由李小俠來掌控 三比 第二局李小俠又有一個好的開始 反手先拉 這是突然性的 反手的進攻 習校園也來不及做好消球 長球 一個拉慢的 突然又加速 反拍也進攻了 所以打得很順 不需要過度 這次李小俠正反手 都能夠安全的把球拉回去 所以真的打得徐校園只能苦笑 搶攻了 結果這邊正手掛網 這也是今天徐校園碰到另外一個麻煩 在他反手圍攻這樣的轉換當中 命中率並不高 因為有時候太勉強了 因為他不是說 完全可以站好就進攻 對 對 這個可以 這個球呢 是 李小俠拉過去的質量 稍微弱了一點 這個就是消球前手 反攻的時機 雙方還有著四分的差距 繼續還是李小俠的發球 正手短球 先拉慢的 哇這個球 拉出來的球 他是帶有一點點旋轉 事實上你消球也能 看起來很慢 你消球的角度也要掌握得很好 哇偏高 偏高 哇這個 徐校園也搖頭了 對 找不到 比較好出手的時機 這個出台球 李小俠 在第五拍並沒有補好 今天在面對李小俠的拉球 其實徐校園 消得很不順 哇差邊 拿分了 第九分也到手 目前徐校園還沒有辦法 找到比較有效的得分手段 也沒辦法跟李小俠打比較多的來回 9比4 第二次 第二次的罰球 哇 好球 徐校園 連攻兩板 哇 殺 放高球 哇 這個 反拉漂亮 哇 李小俠 就算先退台放高球 你也不能小看他有這樣反拉的能力啊 哇 哇 確實是 能夠在中國選手當中 應該是 隊裡面呢 最穩定的一個選手 再看這一板 中遠台 反手的反拉 我想 只要李小俠呢 能夠保持他的身體的狀況 非常好 還是 有機會代表參賽 這個奧運會的比賽 對 五個局點的機會 也是勉強的反攻出界 11比5 這次第二局的比數 一樣是由李小俠獲勝 在這場女單八強戰 目前2比0 暫時領先南韓的徐校園 中國好手李小俠對上的是 南韓的第一把交椅徐校園 前兩局的比賽啊 哇 看起來李小俠真的是 準備得非常透徹 對 哇 哇 這個球確實 突然間一個 速度的一個進攻 那也可以看出 徐校園呢 感覺上好像 判斷是完全錯誤了 今天這樣比賽 打到目前為止 徐校園拿的分數 大概都是李小俠自己 打掉的比較多 李小俠沒有留給他 什麼主動得分的機會 對 這個球可以看出 韓國的徐校園呢 太勉強了 因為對方拉的球呢 事實上是偏低的 有時候呢 這個消球選手呢 還是要回歸他的防守能力 其實這樣比賽 李小俠的發球 蠻多機會都是直接發長球 對對對 因為他知道消球的選手 他是準備是一個防守的打法 他發長球對方也不會進攻啦 所以有長球的配合是比較好的 你看可以看出 直接呢打向徐校園的身體 連拿4分 好 稍微出台的球 馬上就被李小俠 搶先拉起來 第三局一開始 又是一波5比0的攻勢 好 準備搶攻了 當然觸網 重發 這一次發到李小俠的正守衛 李小俠對於出不出桌這個判斷 沒有掌握好 1比5 又是長球 好 慢的 第二個還是慢的 可能要準備加速囉 繼續都先以落點為主 哇 確實 完全讓徐校園沒有辦法做好準備 可以看出 這個所謂的拉出的這種 前衝式的一個快速直球 連退到中眼台的徐校園都乾 來不及了 對 又是快慢的節奏 中路 確實是 打出高水準的技術 李小俠就是儘管拉球的 一開始這幾板並不快 但是落點上面還是有變化 所以徐校園可能有在準備說 李小俠遲早都會有一板中的來 但是沒有辦法去預測到是哪一板 哇 終於 反拉 拿分了 不過這也僅僅是徐校園在這局的第二分而已 不過這樣球打下來真的 可能會讓蕭球選手蠻絕望的 嘿嘿 事實上 如果以中國的女子選手 在打蕭球來講 應該說是不難 因為中國 他們 國內裡面呢 就是很多是蕭球的選手 所以 事實上他們平常的訓練 就有這個對抗的機會 比較容易去掌握到對手的一些旋轉 弱點的變化 7比3 哇 好球 小的漂亮 這一次徐校園的反攻也打進 連續追分喔 雙方在第三局剩下三分的差距 對 弱點都銷得非常深 這個球 總算是影響到了李小霞 對 這個球想要一個 快速的一個前衝式拉球 但是說實在這個球蠻賺的 所以 直接的觸網 剩下兩分差 這大概是這樣的比賽 打到目前為止 徐校園跟李小霞最接近的一刻 好球 對 發球搶攻 徐校園拿到了第六分 這大概也是這樣的比賽到目前為止 第一次看到李小霞揍起眉頭來 應該來講 你碰到蕭球的選手 蕭球選手本身的 這個所謂的個性 他就是很有耐性 他不慌不忙 他讓你進攻 他還是穩扎穩打 所以他落後 還是有信心的 所以蕭球選手常常 就是反敗為勝 所以李小霞 不要太大意 這個球賽 蕭球選手會越打越穩 7比7 李小霞中路先衝一板 哇 徐校園 已經是守了兩球回來了 確實是越守越穩了 對 這時候壓力又回到了中國的李小霞這一邊了 第三集感覺一開始都輕鬆 可以看出徐校園 能夠發揮他的蕭球的這種所謂的 穩定的話呢 我想 李小霞你要拿分就很難了 好 轉喔 哇 這個球 除了想要再加力的摩擦 結果是出界 8比8 這也是李小霞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才會拿到分數 這段圈徐校園的發揮 真的是慢慢回到狀態 反攻了 好球 回到蕭球 又讓李小霞出現失誤 這時候呢 李小霞呢 你可以看得出 在 緊要的這個分數呢 你要發力進攻呢 基本上就沒有那麼有信心了 9比8 徐校園在將比賽首度取得領先 好球 反攻了 結果沒有想到在第三局 徐校園 竟然上演了絕地大反攻 現在10比8 反倒是逼出了兩個局點 輪到李小霞來發球 表情也是出現蠻大的變化 又是發一個長球 好球 打一個快的旋轉 那分數呢 現在9比10 李小霞還落後1分 當然對於徐校園來講 接發球呢 現在很暫停 很暫停 這個時候呢 我想徐校園呢 希望呢 利用1分鐘暫停 讓教練也指示他 要怎麼去拿最後1分 一般來講 徐校園呢 接發球之後呢 能夠反攻 他會突然間反攻 因為小球選手 就是在後段的 尤其最後1、2分的時候呢 突然間的進攻的策略 是常出現的 那又面對的是中國的李小霞 所以徐校園呢 應該來講 接發球當然是很難 應該會逮到機會 就是一個進攻 事實上 李小霞在 在今年的科特公開賽 前面兩輪打得並不輕鬆喔 第一輪是以4比1先 擊敗俄羅斯選手之後 在上一輪是遭到 香港老將 鐵亞娜頑強的抵抗 最後李小霞以4比2過關 所以這樣比賽打徐校園 可能前面兩局 也不知道自己能打這麼順手 打球賽齁 就是沒有打到最後1分呢 一定要很激緊 而且不能夠鬆懈 如果這一局輸掉呢 很明顯的 李小霞就有點大意 好 李小霞發球 直接搶攻 哇 這個球 衝中路喔 哇 直接的 這個 不是只有先防守啊 我就先進攻啊 可以看出 消球選手的心態 越後段呢 越能夠產生進攻的一個戰列 10比10 現在連續化解掉了徐校園的兩個局點之後呢 雙方來到了Deuce 我想還是進攻 還是進攻 徐校園 連攻三板 要小心 哇 想要直接反手加壓 去扣這個球喔 沒有成功 完全是 就是讓李小霞呢 已經產生被動了 好 那看徐校園的揭發球啦 當然揭發球之後 揭發球要進攻是比較難的 當然 徐校園 第一個 處理 好消回去 有機會應該會反攻的 哇 打起來 結果沒有能夠打進 第三局的比賽 讓徐校園逆轉成功 12比10搶下來 現在局數形成了1比2 李小霞剩下一局的領先 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李小霞跟徐校園的交手 這是科威特公開賽女子單打的八強戰 原本在前面兩局呢 都是輕鬆獲勝的李小霞 卻在第三局 碰到櫻溝裡翻船的狀況 大幅領先的情況下 被徐校園後來居上 打到Deuce之後呢 南韓的小球手是搶下了 這局的勝利 所以就看一下在暫停過後 李小霞是不是能夠在場上 重振雄風啊 對 對 還是要很清楚的齁 在拉球的一些變化 當然一定要一分一分的拿齁 打到最後一分 第11分呢 才能夠說勝負 好 穩扎穩打 肖中路喔 沒有能夠打進 李小霞在這一局一開始 又是連拿兩分 剛剛在第三局呢 徐校園喔 多次展現高難度的防守本領 這一次想要轉進攻 當然對 對 齊校園來講喔 有機會 也是要做一些進攻啦 喔 你只有前面的消球呢喔 事實上 你沒辦法打亂 好 李小霞的一些 喔 所謂的 一波一波的攻勢 輪到李小霞來發球 好球 加速 喔喔喔喔喔喔 確實是 速度的 好 影響了 徐校園的 削球的位置 因為 在前一板過後 其實徐校園削回來的球 角度也不可能太好喔 讓徐校霞 在兜一個更大的角度的球 拿到第四分 走 好想對 好的 徐校園 所以你要拿分也不容易 好 有機會了 這個球就發得很好 當然李小小一個偏高的回擊 造成對方非常好的進攻 這幾次的發球 徐校園都刻意發了 落眼深了一些 而且都走在中路 讓李小小沒有這麼好接 哇 偏高的球 李小小 應該是對旋轉的判斷並不清楚 這個是判李小小拿分的 這個速度很快 感覺上應該是有進球 所以得到第六分 哇 事實上反拍不急著要進攻 對 這時候我想 李小小應該回到他的正手 來做一些拉球的模式才對 反拍不見得要拉起來 正手為主 好球 這次是直接發出台球 跟李小小對拉 第一板 李小小拉起來的力量也不是特別大 所以徐校園已經做好反拉的準備 哇 開始失誤了 對 來到第三局跟第四局了 李小小好像在拉球的部分 不像前兩局來得這麼順 對 這對小球選手 他主要就是讓對方產生一點點壓力 當然對旋轉判斷有點猶豫的時候 大致上就是達到他的目的 那目前來講 李小小分數來6比6 你可以看出李小小打起來應該不會那麼順 好 現在小球選手 穩扎穩打 加速的100 非常快速的拉球 李小小小 重新把領先的優勢給要了回來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哇 擠長球 許小妍沒有做好準備 這個球擠到了身體 一開始站的離球來比較近一些 揭發出現失誤 現在這個階段的發球 其實許小妍都是發在中路的位置 對 他想說你這樣回過來 他用偏右的回切 然後他進攻 他想要進攻 哇 拉慢的 對 這個要借力 好像要借力回擊也難 因為步伐太後面了 現在在6比6之後呢 李小小連拿4分 又把他的節奏給找回來了 逼出了4個局墨點 一樣 對 拉 穩扎穩打 對 還是讓他 許小妍步伐亂掉了 連拿5分的情況下 李小霞以11比6 拿下比賽的第4局 3比1 現在在這場8強戰呢 李小霞取得停牌的優勢 歡迎回到阿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 徐校園跟李小霞的交手 這是2015年ITTF科威特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8強戰 打到目前為止呢 4強的3張門票已經出爐了 都是由中國選手拿下來了 包括了丁玲 朱宇玲 還有劉詩文 都順利的晉級到下一會回合的比賽 所以如果李小霞能夠拿下徐校園的話 4強戰就變成是 中國隊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這場球賽對徐校園來講 並不好打啦 因為看起來 只要李小霞呢 還是發揮他的正手的這種攻勢的話 原則上 防守者徐校園呢 都是非常難得分的 對 李小霞唯一的就是反守 突然間進攻 產生了一些失誤 事實上他反守位呢 可以做一個安全的回擊 基本上徐校園也沒辦法搶攻 確實是滿賺的一個旋轉 最後想要回擺啊 李小霞是直接下網 1比2 先正手的短球 再直接讓徐校園出界啊 輪到徐校園來發球 高拋之後還是走在中路 這個球 可以看出齁 李小霞呢 對於 發球 接發球的時候的這種旋轉判斷齁 很清楚 好 搶攻了 哎呀 機會球囉 對 因為剛才其實李小霞在回擊過程有加轉 所以 球算高起來 但徐校園並沒有辦法 準確的判斷出旋轉 對 確實是一個 所謂的正下線的球 對徐校園來講 步伐稍微慢了一點點 就直接的碰網 我在這邊 李小霞 對於對方的消球 似乎也出現了判斷失誤 回到1分差 現在場上其實跟開賽的時候這種氣氛是不太一樣 應該是 對 徐校園來講 他也知道拿分的手段 只要削的球呢 很低的時候呢 是有機會 因為 畢竟呢 削球的旋轉會有落差 但是呢 總是覺得 徐校園有時候呢 削過去就偏高 對方呢 李小霞就快速的 這個衝一板 這個是當然對 徐校園來說 像這個球就是偏高 當然就沒有機會了 對 前通式的胡圈球 讓李小霞拿到第6分 現在在第5局的中半段 李小霞想要擺脫掉對手的糾纏 跑球 發一個 長球 拿下了第4分 李小霞想要現在對於這個球 破掉的感覺 對 所以 在前面一局的比賽其實就有幾次了 一直在摸這個球 不過呢 比賽還是繼續進行 哇 拉這種球 你可以看出 直接呢 再往前 就直接碰到桌面了 拉這種所謂的 進台的弧籤球很難 一般呢 除了你了解旋轉之外呢 摩擦的角度呢 要掌握得很好 哇 徐校園想要手中反攻喔 有時候 還是太勉強了 看起來這個位置是不好打的 對 出手的時間晚了一點 差距來到4分 哇 李小霞 先把對手給鎖在左半台 接下來這一季直線喔 徐校園完全沒有機會 4比9 現在李小霞距離晉級直下最後2分 出網 重新來發這一球 半手先拉起來 好 當然 有機會想要拿分 就是進攻喔 但是這個球 很可惜出界 現在李小霞 擁有6個賽末點的機會 對 穩扎穩打 末點的變化 喔 最後 有機會想要拿分 但是這個球 對 穩扎穩打 末點的變化 最後 斜線加速的這一拍 也讓李小霞鎖定勝利 11比4 李小霞拿下了第5局 最後也以4比1 淘汰掉了南韓徐校園 就在這一刻呢 中國女隊也鎖定了 科威特公開賽 女子單打的最後4強 而在比賽結束的同時 當然要請朱老師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場球 李小霞能夠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對 當然對李小霞來講 首先呢 一定要了解 消球選手 習校園打回來的旋轉 到底轉與不轉之間 要很細膩的判斷 那對於這個 拉球的節奏快慢呢 也是因為他看習校園消回來的節奏 所謂的旋轉度的不同 做好快節奏的拉球 所以整體來講 李小霞這一場球賽呢 完全掌握住整個攻擊的節奏 當然消球選手他就是被動的 所以打起來來講呢 整場的控制能力完全是中國的李小霞 所以應該來講4比1獲勝是蠻輕鬆的啦 也可以看出李小霞確實打消球選手 有一定的這種能力了 李小霞在下一場比賽的對手呢 將是他的隊友劉詩文 繼續來挑戰科特公開賽的女單冠軍 也非常謝謝主導師今天帶來精彩的獎評 這表請觀眾朋友先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要帶給您男子單打的八強戰 由葡萄牙的佛雷塔斯 要出戰的是中國的張棋柯